我是万万没想到,把豆角切成小丁,再零用鸡蛋液 这个做法真是太好吃了,营养丰富,家人都非常爱吃 关键做法还特别简单,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些轻易干净的豆角,切成小丁 切得稍微小一点,小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来搅拥打三 再准备一块瘦肉,先切成薄片,最后再切成揉末 如果喜欢吃肥肉也可以加一点,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里面,再兑个料汁 加入一勺盐,松木咸,胡椒粉,一勺淀粉,生抽,一点老抽调色 再加入半碗清水,来搅拌均匀 这没到料汁就调制好了,提前兑出来 油汁在操作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锅中烧水,加入一点食用油 水开之后放入豆角来焯烫一下 因为豆角不容易熟,提前炒烫一下 吃以来也比较健康 炒烫两分钟以后,捞出来倒入大碗里面 再留用鸡蛋液,加入半勺盐入底味 来搅拌均匀,让豆角多均匀的粘果散增鸡蛋液 锅中加入一些食用油,再倒入豆角,来整理平整 底面煎到底形的时候再换一下锅 让饼瘦热均匀 大概煎到三四分钟的时候 再靠上一个盘子翻一个面 这样来翻面非常简单方便 再使用铲子来按压一下 煎出里面的水汽 全程大概煎七八分钟左右 把鸡蛋饼里面煎熟煎透就可以了 接着倒入一个扒子里面 锅中再次加入一点食用油 放入肉末,来煸炒一下 炒出化散 再倒入一点料酒 葱姜末,继续来煸炒一下 炒出香味 接着倒入调好的料汁 来开大火把料汁煮开 煮三分钟 咱们一直炒到稍微粘稠的程度就可以了 接着再淋入到豆角鸡蛋饼上面 这么一道豆角鸡蛋饼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豆角好吃又营养 吃以来也是非常下饭 如果您买回来的豆角不知道怎么吃 可以试试这样做 喜欢吃的客截 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